工人忙進忙出 必殺漁獲直銷中心攤位前 現場實斷水斷電 不少遊客相當好奇 紛紛上前圍觀 在春節期間 直銷中心和消費者糾紛 有一個糾紛 然後我們經過產發處 金融市政府產發處的調查 那我發現這個 這家業者是實材釣包的冷 實材釣包的人 那我們透過漁獲 然後也透過消保端 來跟業者進行溝通 依據合約 我們也要求他即刻 撤離直銷中心 上個月大年初四 來自新竹的遊客 來到直銷中心 花了7000元 買兩隻帝王蟹 但回家打開一看 發現其中一隻竟然發臭 懷疑不新鮮 因為它兩隻嘛 一洗一洗的 所以變成螃蟹 沒有打開 沒有辦法確認 所以一隻新鮮 一隻不新鮮 我剛剛已經 就是有跟他和解了 我就退他5000塊 然後加個路費這樣 業者澄清 客人買回家第四天才反應 但基於信任 已經和客人達成和解 也賠償表示善意 不過金融市政府 認為業者已經第三次 屬於壘犯 嚴重破壞 八斗子漁港 直銷中心形象 也傷害到其他 也傷害到其他優質摊商 將依照相關的規定 終止契約 我們有呼籲所有的業者 千萬不要以身釋法 然後來欺視政府對於消費者 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及這個食材的安全 也歡迎更多的外地的遊客 來我們基隆市直銷中心的消費 我們基隆市政府產發處 絕對會保護我們消費者的權益 市府產發處表示 這次的消費糾紛 已經嚴重影響到市府 金融區議會的信譽和形象 將請漁會以最嚴厲的方式處理 也不容許不肖業者 繼續破壞金融漁港負面形象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道 要找的 超独目的